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搭档潘月明出现在了《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中 而且张子峰在《摩登时代》这部喜剧片里 同样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不过真正让张子峰名僧大造的 其实是在《我们的少年时代》这部校园成长剧当中 由张子峰饰演的棒球队长至今仍然让人记忆有心 相信大家还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张子峰曾经搭档著名艺人周迅出演了《你好之华》这部情感影片 至今仍然让人记忆有心 也正是凭借着这部影片 张子峰成为了金马奖最佳女配杰奖的获得者 在之后的时间当中 张子峰还曾经参加了《向往的生活》这档综艺节目的录制 同样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出 二 张星成 1995年的时候 张星成出生在了湖北省荆州市 并在很小的时候开始接受声乐学习 张星成中学毕业之后 他来到了北京学习 并在高中毕业之后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踏入演艺圈之后 张星成首先出演了《校车》这部校园公益影片 给粉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张星成21岁的时候 他出演了《最强男神》这部校园网络剧 开始在演艺圈当中站入头角 在之后的时间当中 张星成又出演了《大宋少年制》 这部古装剧 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张星成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也是引起了众多导演的注意 尤其是在《明星大侦探》这档综艺节目当中 张星成也凭借着自己不俗的综艺感 给粉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位性格开朗的大男孩 张星成在影视作品当中 总能凭借自己充满着气的笑容 瞬间打动无数粉丝的心 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当中 张星成也非常努力进去 是一位积极正能量的艺人 三参与演出《天才基本法》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 由张星成和张子峰共同出演的 《天才基本法》这部剧已经刷青了 所以也让很多粉丝感到非常期待 根据媒体的报道显示 这部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 在网上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由张子峰饰演的林昭熙 是一位聪明邻里的女孩 她从哲学系毕业之后 也开始在数学领域不断探索 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由张星成饰演的裴之 与林昭熙相处的过程当中 也产生了一段恋情 不过因为对方在数学领域非常擅长 所以林昭熙也特别的感到有压力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林昭熙也遇到了非常奇怪的事情 并穿越到了自己12岁的时候 也正是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不仅让林昭熙找到了对数学的自信 而且还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经过平行时空的输送之后 林昭熙与裴之共同参加高考 并找回了当初措施的很多东西 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出 4.张星成和张子峰的精彩表现 其实很多观众都知道 无论是对于张星成或者是张子峰来说 他们在演艺圈当中 都曾经出现过非常多的青春偶像剧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所以当他们共同出现在天才基算法 这部剧当中的时候 还是让粉丝们非常期待的 作为一位同性出道的女艺人 张子峰在最近几年的时间当中 不仅演技越发成熟 而且出演的影视作品质量也是越来越高 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关注 无论是在《快把我哥带走》这部影片中 或者是在《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线礼片里面 张子峰的表现均是非常出彩的 也让粉丝们感到非常惊叹 同张子峰一样 作为一个男光大男孩 张星成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 不仅拥有出色的专业成绩 而且出演的影视作品 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文艺的感觉 无论是搭档林韵出演的《蜗牛与黄鸟》 这部爱情剧 或者是搭档吴倩共同出演的《冰糖顿雪梨》 这部《小原言情剧》 均给粉丝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如今张星成和张子峰出演的《天才基本法》 这部剧已经杀青了 很多着急的粉丝也是在线询问 这部剧什么时候可以排档上映 不过很显然 这部剧还需要经过后期的制作 才能够与观众见面 最早也会安排在明年的上半年 由此也可以看出 大家对于张星成和张子峰出演的影视作品 还是非常期待的 拍摄期间 子峰妹妹的表情十分羞涩 甚至害羞到不自觉地摸耳朵 一旁的张星成则是眼神温柔地 看着怀里的张子峰 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容 害羞的张子峰也忍不住地偷瞄旁边的张星成 内风将张星成的头发吹得有些凌乱 阳光洒落在张星成完美的侧脸上 显得整个人帅气又温柔 这也难怪子峰妹妹会忍不住偷瞄 拍摄期间 两人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张子峰突然害羞地笑着倒进了张星成的怀里 张星成则是用手轻轻地抚摸张子峰的头发 上脸了一场甜蜜的摸头沙 只见张星成和张子峰笑容灿烂 画面十分养眼 之前呢 有很多网友放出过两人的新剧路透 照片中的张子峰穿着可爱的背带裤 加上招牌的甜美笑容 整个人看上去元气满满 旁边的张星成也是相当帅气 两人手牵着手看上去十分登对 张星成与张子峰合作的新剧 最近也是刚刚杀青 在杀青照中 三位主演也是一同现身 只见雷佳英揽住张星成的肩膀 两人看上去十分亲密 张子峰则是乖巧地站在一边 笑容甜美 看着三位主演的合照 也是让人对新剧充满了期待 张星成和张子峰都是 实力与颜值并存的青年演员 两人身上都充满了少年感 无论是外形还是演技都十分契合 相信这一次的合作 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 敬请关注